我家的都不帅 有五年才都可以 你要不要管我 不要情侯 我自己管我自己 不要管我 要不要管我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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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来 咪咪来 咪咪在这 咪咪 咪咪快来 在这 他们不会跑远 就在车下边 玩一会儿 门开着自己就回去了 小豆芽也在 都在底下 这会儿三个都回来了 都在这 门开着呢 他们想回去自己就回去了 而且这也没什么车 车停到这儿以后 就都停下了 也不用担心 他们被车撞什么的 小豆芽就是 喜欢自己跑 蜡白菜炒的土豆片 这个是青椒炒的猪耳朵 我现在啥都好了 在这儿干嘛 白粒 忙碰钱 过冬 过冬 在这儿有暖气的 过啥冬 在那儿太冷了 我说了算 回 全是我们家 是我儿子 可以 可以不在这儿带吗 那时候 要是我病重了 就在这儿 现在也不看病了 在这儿干啥 就是这两天这儿才暖和了 在那儿有暖气了嘛 又不是没暖气 这么多年的 四零八重 就今年待不下去了 我给你跑了一路 跑了半个月 找暖和的地方 就刚找到暖和的地方 你回去以后 你把暖气弄上以后 也挺暖和的呀 我就弄暖气嘛 我这儿啥也没弄 回去天冷 对你的心脑血管 啥都不好 哎呀 我不会有啥问题的 这边暖和 咱过完冬就回去了 你要在这儿弄 在这儿弄吧 我就欧死在这儿的 我不想在这儿待 硬定要待在这儿 一天整天闷闷不乐的 没病都能成病 那你自己要闷闷不乐呢 我有啥办法 那你现在是因为 所以我要到那儿来 你才到这儿来的 那我现在病都好了 我干嘛要在这儿 还在这儿待 全都没地方放了 我一辈子 都是拿个工 工琴阶层 我家儿子也都是工琴阶层 这会儿是又不认识我了 还有你嘛 你也不是不想把工 没有花你儿子的钱 没有花你儿子的钱 也没有花你的钱 那你花谁钱 你出来所有的花费 全部是我一个人出大 你一个人能挣多少钱 你给我挣钱挣多少 我没你这么多 但是我没有你的钱 你的钱全部在你那儿 没意思的在那儿 在你的卡里 如果我要好啊 我要有病的话 我肯定叫你赶快给我吃药 赶快给我 现在连个药都不吃 啥都好吃呢 咋能不给你吃药 吃完药你就忘了 你还天天都说 我不给你吃饭呢 就是他给咱弄那个药 咱没其他的新药 好的嘛 一天比一天好了嘛 在这儿干嘛 咱又不是不卖风 咱有钱你在这儿玩呢 他本来就是出来旅游的呀 我换大公道棒 你真是要求有点高啊 你要求每天都要换地方 不能在一个地方常待 每天换地方 我就每天得开车 然后一天还要吃三顿饭 我没跟你说 你把我弄死算了 我没跟你说 我说咱们这 现在该做弄的地方都弄的 咱现在就去回家 咱们才刚刚到海南 这两天才刚暖和过来 家里冷得很 跟你说家里冷得很 海南这个地方 你觉得啥好 咱就全部转转 转完就 咱们要到过完冬才回去 我天天跑 天天跑的 为啥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待两天 我跟你说 在一个地方 只要一待下来 你就立马给人找事 海南我已经的那个啥呢 我文化大革命当中 我把这些地方都弄过了 啥东西都看过 你就不能让我轻松一下吗 你轻啥松呢 你关键成想到这个地方 想看看 咱走的哪都是一样子吧 海南就是这个样子 咱这是旅行 是旅居 不是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不清楚 我想跟你解释清楚 能否理你理解不了 那我也没办法 你是因为我有病 来看病来了 我现在病就好了 咱就跟进来回去 我是带你过冬来了 我是家里冷 这边暖和 我家里一点都不冷 我家里边暖气一弄 我没有弄他的暖气 我自己给我弄暖气 暖化的很 咱们昨天才到这儿的 今天就在这待了第一天 我想着明天就走 你今天就一天 从从早上五点钟 开始给我找事 把这个吃了 到现在就没有停 我问你 我问你 咱到海南那 多少时间了 四天 才四天 啊 不可能吧 那你以为多长时间了 那我原来在哪儿看病 你在家看的病 在哪儿看的病 在这儿是看病来的吗 在这儿是过冬来了 咱来了四天 啊 过来看 我说带你去看病 你说你没病 你把我骂的 谁骂你呢 我说了是骂 你骂完就忘了 你还你那天骂我 还一把把药都给打翻了 都说你不吃药 说你没病 我本来就是现在好了嘛 为啥把钱扔到这儿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每天都要求换地方 每天要是 就是哪天要是车动起来 换个地方 他就不闹 就不能停在这儿 一停在这儿 停上一天的话 他就给你从早到晚的闹 这两天 每天早上从五点开始 就要起来开始上厕所 就要起来开始上厕所 一直到七点 就不停 然后说你就在车上上吧 车上上两次 大问题 大好 上上两次以后 然后又让他 要让我领他去卫生间 从卫生间回来以后 因为五点嘛 五点半多一点 我说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好了 我躺在床上 就不行 他在底下 就一个劲的 你一边说你 一边骂你 就不让你睡 然后如果我起来了 我下来了 他躺的就可以 这两天都是从五点到七点 就不停地上厕所 然后就把你这样弄了 然后就没办法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是领水的 叫土海村 这有一个驿站 用水特别方便 水呀 卫生间呀都很方便 车也不是很多 再往三亚那边走 包括像现在九哥 他们停的那个亚洲 就只能停在道边 而且还不停地 会有人过来驱赶 这挺好 这也没人说什么 而且 大家 这个 这两天在这住车的人 还蛮多的 反正他现在就是 你要是不换地方吧 他给你闹一天 但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每天换地方 其实也可以 但是要换地方的话 就没有办法 保证 按时做饭 他这个一天要吃三顿饭 一到点了 正向到中午十二点 有的时候我车刚打着 他一看表示十二点了 该吃饭了 其实我们是十点半 甚至十一点 刚刚吃完饭 因为他 不记得了 吃完饭他就不记得了 一到十二点就要吃饭 不吃饭吧 这个事就来了 就开始 各种的 讲真话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行 现在其实已经到了海南的最南边了 不行的话 就继续慢慢往北走 到海口吧 继续回到海口 然后过海 慢慢往回走 天天只要停下来就闹着要回家 天天闹着要回家 感觉这日子 我觉得我快过不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 其实这两天 我的身体也明显出现了不对劲 我现在浑身浮肿 就是我的手 还有我的脸 浑身都是浮肿的 包括到现在 我的手握起来都有点费劲 而且我这整个这个 就是这 右边 右边这半身 右边半个身子都特别疼 整个是那种疼的 这两天 他每次洗澡的话 就 他在里面洗澡的时候 不关水 就一直洗一直洗 他洗完了我就得提水 好在是 最近这几个地方吧 最近停的这几个地方 水还都比较方便 只要提水就有水 但是得要你提呀 每次 我这水箱又大 你想把它加满的话 就我一次提两桶 得提上个十几二十趟吧 真的挺累的 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到 什么时候 我可能很快就坚持不下去了 我就觉得我快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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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